其實摩羯座還是喜歡新鮮感 他說這個女孩從來不會跟我吵架 而且我覺得 大概是21歲的女生真的很單純 他說 他只求 能夠婚宴吃得好 不是啦 如果說我們 我們一定要覺得就是說 我嫁給天王了 所以你們就不單純 話講回來 你21歲的時候你會吵架嗎 但是我覺得 有個好處是 他真的口才不太好 中文也沒有太好 所以我覺得這樣挺好的 對周杰倫來的 不是啦 單純的小女孩 一直講一些讓男生頭很大的 我覺得這樣的女孩乖 但是肯定也一定是八字好 也是啦 命理好 對 重點就是八字好嘛 對不對 因為你長得漂亮 大家可能滿街頭太多了 那為什麼是他 來 我們就請玉佩老師幫大家分析 什麼樣子威命盤的女人 她就是有那個辦法 能夠讓這個黃金單身漢 就定下來了 非她不娶 其實黃金單身漢陪你玩 還滿容易的 可是你要她為你定下來 那就不是所有的女人可以做到的 真的 她必須要有條件 我們這裡呢 一共有三個組合 可以讓黃金單身漢為了你而定下來 條件呢 有一點點的鹽 但是呢 只要對到的話就是一個機會 所以呢 所有女生的命盤拿出來 我們要對的是命工 那麼第一個組合呢 叫做會討好婆婆 也就是說這個單身漢 她會為你定下來 是因為你搞定了準婆婆 女生的命工如果有貪狼 有一點也要在癮的位置 那麼癮在哪裡呢 來我們來看 靜純她是貪狼做命的 她的命工在不在癮呢 她是在直 癮 是在她命盤的左下角 對 這個一定要固定工位 這是第一個組合 那在座的人 動估了 那麼第二個呢 是天象 要在四的位置 四的位置呢 就是在命盤的左上角 就是靜純的交友工 對這個位置 一定要 你是貪狼做命 你是天象做命 可是你不在這個位置 沒有用 最後還要配合 你裡面一定要有一個 露存心 在 在哪裡 也就是說 乙工貪狼加露存 四公天象加露存 你只有貪狼或是你只有天象 沒有 比威力財還難種 周杰倫就是難種的威力財 你種這個當然比種威力財還好 威力財才才多少贏 對 真的 好 所謂的會討好婆婆 並不是說這個女生 她唯唯諾諾 低聲下氣 唯硬是從 而是說 她是用智慧和觀察力 去了解這個婆婆的習性 她要的是什麼 她想聽的是什麼 比如說這兩顆心做命的女生 她們其實口才是非常好的 第一個她嘴巴甜 她盡量會說一些討婆婆喜歡聽的話 而且她會去找出跟婆婆有共同的語言 所以兩個人就可以無話不談了 其次她非常的細心又有耐心 來幫婆婆打理好所有的家務事情 而且做任何事情 她把她的照顧可以說是無微不至 三不五時她會向婆婆請教 這些年來你的生活智慧 你的生活經驗 你真的是很不簡單 你把家裡整理成這樣 你說哪個老人家不喜歡講她的輝煌時 還有一個就是 她們會在準婆婆面前去讚美她的兒子 即便她的兒子做錯了什麼事情 她不抱怨也不會去訴苦 所以就會讓這個婆婆覺得 這個女孩子非常的是大頂 最重要的是 她們能夠做到 讓婆婆覺得 我跟妳是同一條陣線的 我今天不是來搶妳的兒子喔 卸下婆婆的心房 搞定了太皇太后 那當然就單身汗 妳就等於是掌握了百分之五六十了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叫做默默無悔的付出 這是女生的命功 第一個 鋸門而且要在 嗨 那文碗呢 是鋸門加太陽在隱 不帥 沒關係啦我早就放棄了 這個組合呢 是太陰做命 也是在嗨 而且要加入存 嗨的位置在哪裡呢 來靜存再幫我們比一下 嗨的位置呢 就是在妳命盤的右下角的位置 鋸門或是太陰 一定要加露存 沒有露存也不算啊 好 這兩顆心做命的女生 她們為了這個黃金丹生汗 她可以讓自己變成一個透明人耶 平常根本就感覺不到她的存在 她一直在做默默的付出 那不僅是付出 她打點她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事情 甚至於在事業上面 都能夠幫她把人際關係給顾得好好的 她可以為了這個人呢 放掉她的一個朋友圈 其實有很多人都會跟這個女生 也許會說 妳背後這麼的付出 又不去邀功 萬一她有一天 她不要妳了 她移情別戀了 那妳不是白辛苦了嗎 可是她們有她們的一個執著 她們認為就是我有付出 不管她未來對我怎麼樣 我相信我的付出會得到回報的 那也基於呢 她們這種吃苦耐勞 然後呢 不到處去邀功的個性 也是打動了這個黃金單身 和那種漂泊的性 這個組合最典型的一個代表 就是林凤娇 太陰災 太陰災害 就是林凤娇 你看她為成龍做了那麼多 成龍在外面的桃花這麼這麼的 哇 妳很少看她跳出來 發表一些個人的意見 她都是在挺她 所以男人她浪蕩之餘 其實她還是希望她的背後 有一個很好的假奧 對 好 我們來看第三個組合 是因為呢 她顧家又散禮財 哎呦 這個文碗應該有 最好是五 張口傻眼 天府在四 天府在四公 這個聖美是天府 可是呢聖美的毛 天府是在毛 有家露存 真的喔 那如果在對面這樣子可以 可以有這個嗎 有有有 有一半 有中一半 然後呢 或是連針在飲 飲的位置就是我們剛剛說 貪狼的位置就是左下角 同時一定要家露存 所以聖美 她是天府家露存 唯一讀有一點遺憾就是 在毛的位置 位置不對了 好 這個 討厭 異藏工是吧 顧家又會理財 其實喔 你要打動黃金單身漢的心喔 你光會顧家是不夠的 因為顧家很簡單 那花點錢 他找外勞來幫他做就很好了 最重要是 你要讓他覺得你會理財 你要讓他覺得 今天你嫁給他 你不是來花他的錢 你有本事幫他打理錢財 你有本事幫他創造財富 而且呢 應該說這兩顆心做命的女生 她們會把黃金單身漢的錢當錢來用 她會把每一塊錢都花在刀口上 她既能幫他創造財富 她其實也能幫他省錢 而且這個省錢不是死抠門的錢 而就是錢就是花在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面 所以她們在理財的過程當中不外乎就是 比如說股票買的是機優股 買不動產呢 她們買永遠都是買的好的一個地段 所以黃金單身漢會認為 你今天你的能力 理財的能力很強了 我把錢交給你 我是放心的 所以錢交給你之後 我覺得我娶到你 其實我娶到 我的錢是增值的 而不是我娶到你 你是來損我的財 所以她們認為這樣的一個女生 來了之後 我的錢只有增加 所以她願意把這女生娶進門 所以這真的如何 讓大家整成好 所以講起來 你說人長得美 不如八字美 對不對 其實廣告之後 回來要講一段故事 演藝圈 有沒有 命中註定是大老婆 結果生不出孩子 後來去出家當女婦 後來命中註定是小三 然後現在生了小孩扶正 還掌管40億 命中註定 馬上回來了 來… 小三扶正 生了小孩 還可以掌管40億 大老婆沒有生小孩 結果剃頭去出家 可憐 比連續劇還要… 是哪位大哥 譚永林先生 小三靠牛精而逼宮 生裡個人是念牛精是不是 然後原配出家 懂首40億 這個要問邁大哥了 這是香港的巨星 她跟她的大老婆怎麼認識 然後大老婆怎麼這麼曲折啊 真的… 其實譚校長這個 坐享其人之福 這個一巫二七已經很久了 大概差不多已經快30年了嘛 那之前大家講說 隨著這個她的小三 這個Wendy 這個Wendy生的小孩 這個譚小峰 越來越大 現在念牛精了 是 就是說這個之前本來講說 大老婆反正 大小老婆各有所長 大老婆本來就是長…長前 那小老婆就把兒子不要長大 本來是前幾年大家不講說 有一度傳說這個… 這個楊潔維就是Shelley 已經要出家了 有人拍到儀式在那個… 那個好像看破紅塵 那那個時候還說還不確定 最近這個新聞就是說 好像大老婆現在連錢也不要 就之前說我長錢嘛 整個家族錢在我手上 現在好像就說 隨著年齡越來越大 隨著譚小峰也開始越來越大了 之前只有10歲 現在快20歲了 好像大老婆對這個地方 看得更開了 好像錢你們要拿就拿去吧 然後好像真的是要去看破紅塵 需要去清修這種感覺 他們其實這個30年來呢 她跟大老婆70年代就認識了 你想想看那個時候 譚永玲是一代 剛開始是個大明星 大歌星 那這個大老婆Shelley的楊潔維 當時是一個化妝品的美容顧問 化妝品的美容顧問 然後她跟譚永玲一認識之後呢 因為這個女生對藝術的這個方面 對美 對藝術很了解 她不但懂化妝 懂保養 懂這個還懂得這個舞台的燈光啊 整個的美術她都懂 所以兩個人在一起之後呢 就是怎麼講完全一見如故 然後整個就幫譚永玲在掌管 整個的表演事業 所以是有幫夫運 有幫夫運 而且這個女生呢 這個Shelley她最重要的一點 她是完全不伸張很低調的 她能夠知道譚永玲當時是一個偶像 她可以在背後做她背後的女人 當時據說譚永玲怎麼去答謝這個女孩 還有跟她在一起就是 每個月會給她一張空白支票 讓她自己去填 就是這個 這兩個的相處模式是非常好 那這個女生當時外號叫飛毛腿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她完全不讓媒體拍到這個女生 也就是說就跟剛剛講的這個這個這個 她完全不讓媒體知道 就是周杰倫保護自己的女人一樣 她完全不讓媒體拍到她長什麼樣子 不是有一個故事說 當時有一個有一次一個聚會 就是大家都要把這個女生拱出來了 因為她跟她在一起很久了 要把這個Shirley拱出來了 結果有一天譚永玲就是去私人聚會 帶了這個Shirley去喝茶 去酒樓喝茶 結果上了這個VIP廳 譚永玲一開門 其實不知道是誰 音樂演藝圈有人走漏風聲了 就把她給賣掉了 就是說今天這個大嫂會來 所以這個Shirley也沒有防備性 就跟譚永玲去喝茶了 酒樓去喝茶 到了VIP廳 一開門 裡面記者譚永玲一看 當時一看她講一句話說 哇 有這麼奇的嗎 也就是說個爆都來了 哇賽 有這麼奇的嗎 除了大套對著她對不對 對 但是她一 她整個還沒有回過神來 只是一嚇到說 有這麼奇的嗎 好 那大家一回頭 她還沒有要轉神的時候 這個Shirley已經不見了 喔 真的喔 對 然後 飛毛腿好厲害喔 飛毛腿 後來等到媒體要去回過神來 她一接完這個話 要去拍Shirley的時候 聽說啦 香港媒體說 就形容 她已經跑了三個block 已經跑了三個街 跑了三個街 不見了 所以沒有人拍過 是隱形斗空 所以這個Shirley 她在江湖上照片 大概只有一張 就是戴一個眼鏡 就是從幾十年來 就這麼一張照片 好厲害 真的沒有看過 這香港能躲得住很厲害 很厲害 好 那這就是Shirley 可是這個Shirley的故事 到了為什麼會來被發現 她已經是跟譚永玲在一起 就是到93年 這個Shirley的父親過世 然後符文上面呢 譚永玲的名字出現了 就是賢孝序出現了 93年其實過世 父親過世 可是96年呢 這個小三Wendy呢 就已經淡下了譚小峰了 你看就是說 他們辭職的關係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狀況中 那講到這個小三Wendy呢 朱永廷什麼關係呢 她其實是個歌迷 她原來還不是台詠琳的歌迷 好多人跟歌迷在一起喔 對 直到我18歲就開始追星就好了 本來叫我鍾翰良 就是 很多人都是嫁給那個 但當時她也不是台詠琳的歌迷 她是台詠琳的死對頭 張國榮的歌迷 對 因為那個時候兩個人打得很兇 她是張國榮的歌迷 後來因為她是要打台詠琳 可是她後來發覺去研究敵手的這個歌 就發覺她就開始給她意見說 我們張國榮跟台詠琳怎麼樣 後來兩個因為從敵就棄案 就投到敵營去了 不打不相識 不打不相識 就從張國榮這邊投到台詠琳這邊 兩個人就從歌迷又變成 轉投到台詠琳 然後兩個人談戀愛了 談戀愛之後又生下了小孩 剛講93年這個大老婆的爸爸 剛過世 96年這邊小三的小孩就已經生出來了 那你知道當時生出來小孩之後 這個Shelley大老婆 我非常的不高興喔 一開始的時候 據香港媒體報導就說 當時這個Shelley整個瘋了 開車也會抓狂 就經常跟譚詠琳鬧 可是到什麼時候她不鬧了呢 她終於不鬧了 為什麼呢 當她看到譚詠琳的父親 抱的今孫 整個人是一個太滿足太開心了 大老婆不鬧了 因為她生不出來 真的是 她生不出來她不鬧 她知道她不能鬧了 她開始開始慢慢慢慢就 眼不見為盡 就這樣子 好啦這個事情一直到什麼時候 才再被爆發呢 剛剛講了 93年是大老婆的父親過世 2006年譚詠琳的父親過世 對 這個時候輔文出來了 譚家的輔文出來了 他們家的輔文跟一般不一樣 一般輔文都是兒子誰 然後什麼賢孝婿 然後什麼媳婦 他們家不是 他們家因為譚詠琳有這個狀況 有大小老婆同時 所以他們家是這樣 就寫一個子孫 子孫下面就有一大堆名字 譚詠琳 譚曉峰 楊潔薇 朱永廷 還有譚家 他們其他兄弟姐妹的 全部用子孫概括 所以這個事情就在 那江湖上也都知道 因為譚曉峰也大了嘛 10歲了 慢慢那時候10歲了 所以後來那一年 譚詠琳就選擇把這個事情講出來了 講出來當天晚上有個聚會 很好玩 那時候劉德華 朱倩 朱倩 還沒有公佈 但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那天晚上 譚詠琳父親早上出完冰 那晚上香港藝能界有個很大的聚會 譚詠琳照理說是不能出現的 可他還是決定去一下 因為已經這些事情都被公佈了嘛 他還想要去放鬆一下 他跟劉德華兩個一見面 兩個人相擁而抱 然後不交流 眼神很 那個眼神就是 怎麼講就是 大家都是有同樣的 就我懂你 我懂你同樣的苦楚 因為那個時候 譚詠琳已經抱出來了 劉德華還沒抱出來 但大家都知道了 當時一抱完之後 劉德華就說 就跟譚詠琳講說 講出來舒服多了 譚詠琳就回他一句說 我的事情比你的太複雜了 所以我一定要講 我的事情太複雜了 就是講不能不講 因為太複雜了 所以就知道當時那些男人 香港的這些大明星 偶像明星 有多少說不出的苦衷 真的 感情的家庭的婚姻的小孩的 是 結果大老婆 你看 生不出孩子就放下 出家去 真的 好 還好你生了 來 明星紅燈 無聊 來 瑞光老師來看 什麼星座的人 在2015年即將要升格了 OK 升格 看你的太陽星座 上升星座 跟你的水星星座 如果你越多顆行星上榜的話 那大概升的格數越多 OK 我們從第三名開始來揭曉 如果你的太陽上升跟水星是摩羯座 跟周龍一樣是摩羯座的話 你就能夠在下半年 就是2015年的下半年的時候 能夠歡欣收成財富翻倍 OK 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 很多摩羯座其實是還蠻辛苦的 好 因為這個沐羯在巨蟹座的時候 是對沖摩羯座 所以摩羯其實很辛苦 工作很努力 然後加班很想要賺大錢 然後很想要事業上 能夠有一點小小的成就 可是負了十分努力 有時候只有三分成果 因為天象不好 可是到了2015年的時候 沐羯進入處女座的時候 就是代表說你過往的努力 開始有好的結果 然後有回報 然後人家也看見你的辛苦貴人 開始出現訂單開始出來了 所以從2015年的下半年開始 這個摩羯座 你過往所有的辛苦 慢慢的都會能夠看到績效 能夠賺到錢 那這個時候 你最重要的就是要設定目標 如果你只是說 本來月薪三萬 要設定五萬 你也可以達到 但是你若是做生意的 你從一個月營業額 可能一百萬 你要設定到五百萬 那個可能也可以達到 所以看你設定的目標 設定的越高你就能夠達到越高 是 OK 再來我們看第二名 如果你的太陽上升跟水星呢 是落在牡羊座的朋友 牡羊座呢 在2015年升格的部分呢 是變身萬人迷 你桃花大開 其實一樣 2014年的牡羊座 在感情運的時候 有一點衰 就是喜歡你的人 突然之間對你放電 那等到你真的要投入感情的時候 發現對方已經不知道跑哪去了 就是這種陰錯陽差 然後別人對你示好 但是到最後呢 就又離開 或者是你喜歡某一個人 到這個人一開始也答應了 但是最後呢 又跟你講說 我們還是當好朋友 就發一張好人卡給你 這個在牡羊座 在2014年的時候 是發生很多類似像這樣子的事情 是 但是呢 到了2015年的時候 因為這顆木星啊 開始對你帶來的好運 你會突然之間發現啊 自己也變得哀漂亮了 也變得樂觀了 也變得開朗了 所有的陰霾呢 都已經消失了 然後你身邊 在出現的這些人呢 真的很喜歡你 你也覺得說 自己真的很有魅力 然後那個桃花運就開始打開 而且這一打開啊 是會有好多人圍繞在你的山邊 讓你可以選 那這時候呢 你需要學習的就是 有智慧 然後看你自己的需求 然後好好選一個 適合你的人 是 升格的是感情 再來我們把第一名呢 搬給射手座 射手座呢 在2015年呢 升格的部分 是事業心強升官上位 其實射手座 真的是一個蠻活潑 不喜歡被拘束的一個星座 可是在2015年的時候 因為土星啊 這一顆象徵責任感 跟象徵承擔的行星 開始走入了射手座 所以射手座的朋友 會有一種心態 就是本來都不想買房子的 突然願意買房子 然後承擔去揹那個房貸 啊不然以前都出國去了 他就把錢花光光 現在願意揹房貸 那以前呢 感情的時候 這邊玩玩那邊玩玩 但是從來都不想結婚 不想給承諾的 突然之間呢 都想給承諾了 所以呢 射手座會因為自己的心情 事業心變強 想成家的動機變強 然後他就開始喔 會比較穩定 比較認真的工作 然後開始計劃存錢 計劃買房子 計劃結婚 然後計劃想要在工作上 能夠更上層樓 而且呢 再受到這個木星啊 在獅子座 帶給你的好運 木星在獅子座 就會很多貴人 看見你這麼努力 也給你很多好機會 所以呢 射手座只要你在2015年呢 想要穩定 想要有成就 都會有貴人幫忙你 所以會穩定下來 而且更上層樓 是 謝謝老師 來 休息一下 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好 來…接下來這則新聞 來 韋汝帶著四歲的 兒子都四歲了 四歲了 好快喔 兒子都四歲了 還沒變成正公喔 這邊問一下文婉 現在就是韋汝小姐 不是張太太 韋汝小姐 對 沒錯 是喔 盛美她現在是有機會加入張家嗎 但是請仔細看這個新聞 因為她說帶著四歲兒等身正公 是因為張剛偉到目前為止 就是一個月給她15萬的生活費 那你不覺得他們兩個人很妙嗎 蕊汝跟張剛偉談戀愛到現在 都已經有了小孩 張剛偉都是單身的耶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兩個人其實都是單身的狀態 那為什麼我們不會去考慮到 因為孩子的關係 所以你們趕快結婚什麼 顯然就是結婚這件事情 好像一直不在他們討論的範圍裡面 為什麼呢 韋汝前陣子不是有一個驚人之語 我覺得她講的也蠻妙 她不是上節目就說 在演藝圈你要小心 動不動就容易懷孕 她就講了她自己的心聲啦 我想大家也了解 韋汝很年輕 那跟演藝圈沒有關係 真的嗎 就人家會覺得你們演藝圈 你的臉子也會啊 演藝圈幹嘛 對啊 可是演藝圈真的誘惑也蠻多的啊 你倒回去看 因為她的故事大家都了解 可是我問各位你倒回去看 以韋汝當時在演藝圈 正要在一個高峰的高點上 認識了張剛偉 那這個男生說實在 他也是有頭有臉對不對 做建設 然後那個時候他要進入航空界 你會覺得 這個男人 的確是自己可以考慮的對象 有了孩子之後誰知道 在巴黎島辦了一個這樣的婚禮 但是回到台灣來 他們就一直沒有這樣的一個註冊動作 到現在為止 有辦婚禮 但沒有註冊 但是你在巴黎島辦婚禮不能算喔 因為現在是登記制嘛 講婚禮 所以你剛剛問 以前如果公開儀式就算了 我跟她Party 所以你剛剛問我說 那她現在還是單身 她是她算女朋友 或紅粉之急嘛 是 但一直不是張太太 因為我